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据报道 今年10月初 俄罗斯政府宣布与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价值42亿美元的军贸合同 按照该合同 俄罗斯将向伊拉克提供30架米28恩尼攻击直升机 42套铠甲S1自行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 伊拉克是苏联主要的武器进口国之一 近些年 俄罗斯希望重新恢复在伊拉克市场的地位 但是 美国似乎在伊拉克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使得俄罗斯扩张市场份额遇到障碍 次次高达42亿美元的合同额给俄罗斯军工企业带来了一些惊喜 报道称 次次俄罗斯与伊拉克的巨额合同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 次次是米28恩尼攻击直升机首次获准出口 以前曾宣称对阿尔基利亚 肯尼亚 委内瑞拉的出口都没有获得批准 其二 如果次次合同中真的包含米格29战斗机 那么伊拉克空军面临米格29战斗机的后勤保障问题 因为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 伊拉克空军就没有服役的米格29战斗机 因此没有操作经验和维修保养经验 飞行员和维修保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 因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伊拉克空军已经明确表示 将至少装备18架美国的F16战斗机 还有进一步购买18架的可能 F16战斗机的性能先进 而且是一种多用途战斗机 因此没有必要再从俄罗斯购买米格29战斗机 平添经济负担 实际上 无论俄罗斯将再次向伊拉克出口米格29的消息准确与否 伊拉克对俄制的米格29战机也并不陌生 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 米格29是当时伊拉克空军最现代化的战斗机 而这场战争也首开米格29的战斗机 1987年 伊拉克向苏联购买米格29战斗机 以充实原有的由米格21和米格23构成的米格机群 在海湾战争爆发前 伊拉克空军总计配备了41架米格29战斗机 而海湾战争也是美国空军在实战中首次使用F16战斗机 这个机型成为战争中部署量最多的一种机型 攻击251架 是沙漠风暴行动中的一大主力 好的 接下来我们请上的是空军装备专家宋新之老师 来为我们军情解码 有请宋老师 欢迎您 宋老师 好 咱们先来到大屏幕前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两款战斗机 大屏幕右侧的就是俄罗斯的米格29 左侧的是美国的F16 这两款战斗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为一对冤家对头 这究竟是为什么 而且从外形上来看 这两款战机有什么各自的特点 这两种飞机要说是冤家对头的 首先是两德统一 咱们知道东德原来是属于华沙条约的 就是装备是由苏联提供 前苏联提供的最主要的米格29 西德是属于北约的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 它的主要装备F16 那么东西德的对抗就是F16对米格29 这真是一对冤家 但是两德合并之后 德国空军既有F16又有米格29 所以它得天独厚 既然这两种飞机来自东西双方 咱来比拼一下 所以它在德国空军内部多次这两种飞机进行空战 双方较劲 看谁比较更强一些 那么他们最先多次进行较量的结果 德国空军的结论很明确 米格29的机动性要明显强于F16 那么F16研制的时间大概在70年代 米格29也前后差不多 比F16稍微晚一点 但米格29我们可以看它的外形跟苏两7差不多 双锤尾双发 另外的话边条翼 F16完全是另走一套路子 跟它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看它的进气道在基辅下面 就是在我们说下巴科 下巴科下面进气 这样的话它也达到了 第一 我进气效率比较高 因为大营角的时候 机身可以对它有一定的进气有帮助 而F16它只用了单锤尾 这样它的重量就可以减轻一些 所以我们看从飞机重量上 空机重量就不加油不挂炸弹 F16是非常轻的 只有9吨左右 而米格29的话就比它要重 因为它双发 同时双锤尾 整个机体就显得比它重一些 另外就是F16它用的一台发动机 米格29用两台发动机 F16这一台发动机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它跟F15是配套使用的 用一样的发动机 F15用两台 飞机重量比较重 大概二三十吨 它用一台15吨到20吨 这样的话 航财就省了 我都用一样的发动机 一个机场的话就存一种发动机 可以保证两种飞机 零飞舰什么这些都可以大大的节约 这样的话就经济上会好一些 刚才宋老师对这两款战机的外形 进行了一些解释 这两款战机同属是第三代战斗机 它们各自的性能又如何呢 美国的F16战损属于第三代战斗机 是与F15重型战斗机高低搭配的轻型战斗机 设计初衷是用于夺取战场制空权 也可用于对地攻击 主要特点是机动性能好 既在电子设备先进 F16不仅以其优良的机动性和多任务能力著称 还以4000多架的产量成为数量最多的一种第三代战斗机 不但广泛服役于美军也大量装备其他国家 前苏联及俄罗斯的米格29支点 同属于第三代战斗机 是与苏27重型战斗机高低搭配的前线战斗机 这类似于美国F15与F16的搭配 它一般以条件较差的前线机场为基地 执行中进程作战任务 兼顾对地支援 战斗机机身轻而小 航程短 火控武器系统相对简单 但是机动能力强 可做尾冲 眼镜蛇机动等高难度动作 加速性能好 还具有短距离起降能力 可在土质跑道上起降 这两种机型在外形上有相近之处 都采用了光滑连续的一身融合体设计 它可增强刚性减化结构 有效改善机动性和起降的性能 还可以改善近期到气流激变的情况 延迟发动机喘振的出现 这两种机型都采用了气泡式的坐舱 虽然增加了一些阻力 但飞行员坐的位置很高 提供了良好的360度视节 这种全方位的视野 对于近距离格斗来说 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 走进驾驶舱之后 两种机型就有了明显的差距 F-16在操纵杆和油门杆上 装了大量的操纵按钮 双手步骊杆的设计 能有效降低飞行员的操作强度 而早期的米格-29座舱内 以表布置显得杂乱 发射一枚导弹 要在不同界面上切换十几个按键 而F-16仅需要一个键 尽管米格-29和F-16一样 也装配有评显 但是却不像F-16 是把目标符号 投影在目标视线上 而是把鸟看角度的雷达影像 直接投影在了评显上 因此 对飞行员的要求更高 直观性和方便性就差了不少 但是 米格-29在头盔瞄准系统上 要先进于F-16 飞行员能看到哪儿 就锁定到哪儿 而F-16战斗机 必须将机头指向目标 才能锁定敌方 再来对比一下航程 米格-29代副油箱 航程为2900公里 作战半径只有500到600公里 而F-16则是出了名的 大航程轻型战斗机 遭在1981年 以色列空军派出F-16 长途奔袭1300公里 成功摧毁巴格达附近的一个核反应队 并安全返回基地 此外 在武器装备上 F-16上装备的导弹 要明显领先于早期的米格-29 在雨量机通话时 早期的米格-29的通信寒道 只允许轮流通话 而F-16可以多人同时通话 最后 两种机型在使用寿命上 也不尽相同 结合二战的经验 前苏联认为 作战飞机在大规模的战争中 生存时间平均只有300小时 因此 没有必要在提高发动机的全寿命上花费功夫 以便于能够大批量生产 及时补充战争损失 因此 早期的米格-29 在工作条件恶劣的多杀 高尸等条件下 使用200小时后就需要翻修 而美国方面 由于理念的不同 战斗机的寿命相对较长 一个例子是 2011年 美国空军又将现役F-16系列战斗机的使用寿命 从8000小时延长到了1万小时 经过刚才的一个介绍 我们对米格-29和F-16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接下来我请宋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款战斗机 它们的长处和短处都各是什么 这两款战斗机都属于中型战斗机 也就是15吨 正常起飞重量15、6吨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不同的是F-16用了单台发动机 而米格-29用了双发 两台发动机 从它们的长短处来看 米格-29设计的时间比F-16稍晚一点 所以它应用的边条翼的技术 和整个的飞机的机动性的设计上 它确实比F-16要更先进一点 但是由于美国人在F-16上的电子设备 和飞行员座舱里面的人机配合这方面 美国人的设计更先进一些 所以在空战过程当中 整个火控系统的匹配 F-16更好一些 而且F-16的中距空战能力 好像比米格-29要好一些 这样的话 可能在中距距离稍远一点空战的时候 F-16会占用 但到近距离 双方都看得见 互相拉圈格斗 这个时候米格-29会占用 大概双方的长短处 一个更适合超时距远一点空战 一个更适合近距空战 那么看具体空战当中如何发挥了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飞行员自己怎么掌握 我怎么能够 像米格-29的飞行员 就希望尽量的破坏 不让你中距就打掉了 我进入近身缠斗的时候 我会发挥我的长处 那么F-16可能的飞行员 他希望的就是 我最好远远的 你还没看到 我就用雷达发现你 我先超时距空战 打完你 我跑了 我不给你缠斗 那么这个就看 具体当时谁来发挥他的长处了 我们说这个各有长处 同时也各有缺点 这个可能打起来更有味道 不知道谁会赢 诞生于冷战时代的米格-29支点 与F-16战术 为何被称作天生的冤家对头 米格-29与F-16设计理念 到底有何不同 F-16诞生背后 所谓的战斗机黑手党 又是怎么回事 而米格-29被冠以的前线战斗机称号 又到底是什么含义 请您继续关注 本期军情解码 空中大队决系列之 米格-29对阵F-16 要想了解米格-29和F-16 为什么能够称为天生的冤家对头 我们还要从这两款战机的诞生开始说起 首先来说的是F-16战斗机 那说到F-16战斗机 有一个名词估计大家没听过 叫做战斗机黑手党 这个黑手党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什么黑手党组织 而是一群人组织的一个团体 那么这个团体对于F-16的诞生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屏幕上这两位呢 就是战斗机黑手党的灵魂人物 伯伊德和希尔雷克 那么F-16战斗机和战斗机黑手党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没有战斗机非手党就没有F-16 要想了解其中的缘由 先要从越南战争说起 越战中 美国空军投入了颇为先进的F-4 F-105战斗机 却被打下了4000多架 美国五角大楼和飞机制造公司由此得出结论 应该制造更大更精密的战斗机 但是 美国有一群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的人 却把大型战斗机讽刺成 一头带翅绑不住 他们认为 越南战争的教训清楚地表明了 冷战时代为核战争设计的高速飞机 不能很好地适用常规战争 而应该发展动力和电子系统先进的轻型战斗机 依靠机动优势来夺取支空权 灵活的飞机才是好飞机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几位所谓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成员 空军少校约翰·卓伊德 他提出并完善了能量机动理论 这一理论 手刺激定量的方式研究空战战术和动作 进而制定出了对理想战斗机的性能要求 通用动力公司的飞机设计师 哈里·希尔雷克 希尔雷克的设计原则就是 要把尽可能小的机身 裹在尽可能大的发动机上 为了帮助证明博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 希尔雷克利用自己的职权 为博伊德调阅了美国空军各种战机的飞行作战数据 进行研究对比 博伊德和希尔雷克这两个人被认为 是战斗机黑手党中的灵魂人物 此外战斗机黑手党的成员还包括 武器系统分析架 皮埃尔斯普雷和空军上校 埃夫斯特 李奇奥尼 正是这四个人为主 组成的战斗机黑手党 成为了在F-16诞生背后 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推手 他们定期在华盛顿附近 连架的汽车旅馆聚会 彻夜研究战斗机设计细节 由于空军上校李奇奥尼是意大利人 再加上这四个人行踪诡秘 不屑与外人交流 所以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 他们认为 如果要让战斗机更快 就必须通过缩小体积和调整布局 来减少阻力 如果要增加航程 就要把飞机遭得更秀真 各类硕大笨重的基载设备 只要与飞行无关 应该尽可能地砍掉 战斗机黑手党 把优异的飞行性能 等同于优异的战斗性能 认为 在最常见的空战速度高度条件下 追求高机动性能才是最关键 他们的理论 在实战中得到了证明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清楚地表明 一场高强度局部战争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消耗掉交战双方大量的装备 一旦冷战变成热战 武器装备会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掉 与此同时 越战之后美国国力衰退 像F-15这样的新型飞机 价格过于高昂 因此高低搭配势在必行 美国国防部认为 要大量装备价格相对便宜 但性能优良的轻型飞机 以搭配性能更全面 但价格昂贵的重型飞机 就这样 先进轻型飞机的研发成为了毕竟 1975年 战斗机黑手党 帮助通用公司拿下了 美国空军的轻型战斗机招标 他们设计的原型机 又轻又小 但具备高机动机 它没有复杂的航电设备 主要武器式机炮和进程格斗导弹 空军可以大量装备 这种相对便宜的机型 从而形成相当的兵力规模 1979年1月 首批F-16战斗机 装备美国空军 宋老师我想问一下 F-16它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设计出来的 和以往美国设计其他战斗机的思路有什么不同没有 确实有一些特色 F-16在设计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一般咱们说设计一个飞机都是飞机设计师 从技术发展的考虑来设计一个飞机 而F-16设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他们发现需要调查了解参加过越南空战的飞行员 他们认为未来空战是什么样的 越南空战为什么美国空军没打赢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 美国空军认为他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他的战损比是要胜过中朝空军参战的飞机 到了越南空战的时候 他非常直截了当的承认 越南空战他的F-4二代机打不过米格17和米格19这样的一代机 就是说你的技术提高了 但你的空战能力没有提高 实际战果是你打不过人家 他自己都承认战果远远不如朝鲜战争 但他没认输 他说我们打了一个平手 所以他认为越南空战的这种结果 说明了技术发展来决定战斗机设计方向 不可以 而且会误入歧途 需要听飞行员的意见 总结一些实战经验和教训 对 那么美国飞行员就出现了一帮人 就来帮助飞机设计师 说你这个飞机设计 我告诉你 空战时候超音速没用 说不可能 这速度太重要了 飞得快你跑 你还可以追上对方 美国飞行员告诉他 超音速的时候转一个弯 你知道有多大的半径吗 大概有100公里 这100公里出去的话 谁都看不见谁了 说空战中不可能用超音速 如果用超音速的话 这仗没法打了 大家一个盘旋下来 谁都找不着谁 大家拜拜 再见 那么最重要的 他们统计了一下 发生空战95%的速度 都在0.6到0.9马赫术之间 绝大多数是0.7 0.8这个范围 这个时候飞机的机动性谁强 谁就会在空战中站住 而恰恰马赫术2的第二代飞机 在马赫术0.6到0.9这个区间 机动性不如 像米格17那类的第一代战斗机 这就是美国人最后发现的 我闹半天 我这二代机的系数提高了 但是空战能力没提高 反而下降 所以在F16设计的时候 他大量的参考了飞行员的意见 飞行员说你必须要强调高雅音速 也就是马赫术0.2 0.9的飞机机动性 F16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 非常强调 他本来发动机推力很大 但他进气道没有做任何复杂的机关 你需要适应马赫术那些 就是一个简单的进气道 所以他最大马赫术尽管推重比很大 但他只能飞到马赫术2 速度超音并不能像鬼怪那样到2.2 2.3 他没有追求高速 他追求的是高雅音速的机动能力 和火控系统导弹系统的匹配能力 所以这个飞机它一方面空战机动性是相当好的 另一方面这个飞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说这个飞机的设计是一个历史标志 不再是闭门造居了 对 不再是技术决定了飞机 而是你将来的空战要如何打 你的技术要如何用 首先要征求飞行员的一点 听听飞行员 对于未来空战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总结以往空战的一些经验和教育 研究未来空战的一些大致的趋势 来决定我们新飞机应该如何设计 在这一点上 这个F16的设计观念 和以往的每一种飞机都不大一样 而且它是非常成功的 最后最大的标志是 这个飞机的生产数量在第三代飞机中是最大的 生产了四五千架飞机 这个数字已经追上了苏联援外的米格21的数 米格21也有四五千架飞机 就是说它非常受到战斗机部队的欢迎 而且价格又不是太贵 从经济效益上讲 我很合算 我买这样飞机很合算 它能干的活又比较多 不单纯能空战 还能执行很多任务 好吃不贵 这就使得这个飞机的设计比较成功 就这样凭借着战斗机黑手党的大胆设想和执着的追求 加上美国空军的高低搭配的策略 美国的F16战斗机新鲜出炉了 同为冷战时期的另外一个产物 米格29 那它的诞生过程又是怎样的 我们接下来首先来认识一下俄罗斯的米高阳设计局的两位创始人 也是苏联的著名飞机设计师 图左边就是米高阳 右边这位就是格列维奇 米高阳设计局原名米高阳格列维奇设计局 阿尔乔姆米高阳和米哈伊尔格列维奇 是前苏联的两位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他们都曾经在苏联著名的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工作 1939年底 苏联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战斗机设计局 选中了米高阳和格列维奇去完成这一重任 这就是后来的米高阳格列维奇设计局 1905年 米高阳出生在亚美尼亚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 从年时代当过放羊王 1892年 格列维奇出生于乌克兰 读大学时 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迫流亡海外 十月革命后返回苏联继续学习 同在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工作时 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一见如故 他们虽然在飞机设计理念上志同道合 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 米高阳血气方刚 精力充沛 格列维奇老成持重 沉着稳健 他们成为了一对理想的合作伙伴 20世纪60年代末 苏联总参谋部针对美国的试验战斗机计划 提出了相对应的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 其中的轻型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 就由米高阳设计局 正是这项计划促生了米格29战斗机 由于前苏联时期 军方对设计局的要求分工不同 米格设计局长期设计野战前线战斗机 这类战斗机一般以条件较差的前线机场为基地 执行中进短程空优作战任务 兼顾对地支援 当时苏联有一种独特的前线战斗机概念 这种前线战斗机 以战区前沿敌军目标为作战对象 对作战半径要求不高 战斗机载油量不大 因而重量轻 机动性较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苏联航空工业水平和美国的差距 而将这一概念 演变成一架真正战斗机的 正是米高阳和格列围棋 这两人姓氏的字头合起来 便是米格 他们被称为米格战斗机之父 此后米格设计局 一跃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航空系设计机构之一 1979年10月 米格原型机进行首次试飞 1983年开始装备部队 1977年11月 美国侦察卫星在莫斯科郊外的拉明斯克试飞中心 发现了三种正在试飞的新型军武飞机 其中一架 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米格29战斗机 直到1986年7月 苏联呼兵卡兼机航空兵团的六架米格29战斗机 访问芬兰 西方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 这种传说中令人生畏的神秘战斗机 作为前线战斗机 米格29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距离基地60 到2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空中目标 无论战区气象条件如何 对方是用哪种电子对抗措施 以何种飞行抛面突袭 正处于什么高度飞行 一句话 对入侵底机大小通知 可以看出和F-16诞生背后秉承的轻型战斗机的理念不同 米格29的诞生背后是前苏联战斗机的另外一种理念 是前线战斗机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概念 宋老师 首先就是说 它的作战地域决定了 它比较靠近战线 它的航程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它的起降性能和空战能力 以及多样性的任务的执行能力 这个要求比较高 我们从米格29的设计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起降性能是不错的 而且也能够在野战机场使用 但是它的航程并不是非常远 这个飞机它的装油并不是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转场 就是说带很多个浮游箱再加机内油 也不过就是2800-900公里 这么一个水平 应该说这个航程在第三代战斗机中间 是比较小的 像F-16都能到3500公里以上 所以这反映了 苏联人在设计它的时候 本身对它的作战地域 作战半径 这个要求是降低了的 就是说我要求它能适应野战机场 能够在靠近战线的地方使用 这样的话 我执行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我并不要求它的航程非常远 作战半径能够前处很深 它不是这样一个考虑 我们以米格29为例 它的作战特点 我们所说的前线战斗机的作战特点都有哪些 目前俄罗斯还有哪些飞机也是此类范畴 目前看和苏27相搭配使用的 也是一种高低搭配 就是米格29这一种机型 但是它在其他机型上 它还有一种强击机跟它配合 它有些对地攻击任务并不都是米格29承担的 它还是用另外一种强击机 苏25来承担 那么米格29还是偏重于在前线争夺制空权 兼顾一些对地面目标攻击 我们从它这个飞机的挂弹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了 第一它外侧这两个L73导弹 近距空战用的 这两个对地攻击的炸弹 这是两个大富有效 那么就说明它 第一它可以空战 它有L73 而它的空战 它又主要不是超时距空战 就不带那种L27或者L77那种弹 但它挂不了 或者说它挂的数量很有限 它主要是近距空战 第二它带的是对地面目标攻击的炸弹 那么这种炸弹说明它有肩负了对地攻击的人物 同时它航程不太够 所以浮游箱做得很大 从它外挂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飞机的特点和它的执行任务的一些倾向 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通过了解这两款战斗机的诞生过程 我们不难看出 米格29和F16它们的核心设计理念都是为了提升战斗机的机动性 难怪它们一出生 人就给它们提名为天生的宿敌 究竟这两款战斗机相比它们的机动性 谁的是更胜一筹 从目前来看 F16的机动性要比米格29稍差一点 还是米格29强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米格29这个飞机它的边条做得非常大 边条的面积占机翼面积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相对它的产生的窝会更强 窝声力会更强 如果我们对比F16来看的话 F16的边条和米格29相比 F16比较小 明显能看出一个过渡 而且外形上有稍有一些不同 总的来说 F16的边条产生的窝会比米格29要弱一些 它的窝声力的影响不如米格29那么强烈 诞生于冷战时代的米格29支点 与F16战损为何被称作天生的冤家对头 科索沃战场上参战的南联盟的米格29表现究竟如何 近了你不行远了我不行 当米格29遭遇F16到底谁能更胜一筹 面对冷战结束后新的军事格局 米格29和F16到底谁才能够飞得更远 请您继续关注 本期军情解码空中大对决系列之 米格29对阵F16 从设计之初就针锋相对的米格29和F16 可谓是空中的一对冤家 但是从这两款战斗机诞生之后 就很少在实战当中相遇 只是擦肩而过 直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这两款战机才真正意义的在空中遭遇和对阵 1999年3月24日 北约空军开始对南联盟实施轰炸 当晚南联盟两个空军基地的警灵大作 挖油导弹的米格29骑士工队迅速成功 准备迎击北约战机 早在1987年 南斯拉夫空军就向苏联购买了16架米格29系列战斗机 使南斯拉夫成为了第一个配备米格29的东欧国家 这批战斗机后来组成了代号为骑士的战斗机工队 此时在南联盟空军米格29机队的对面 是隶属北约的荷兰空军的F16 当时的北约空军特遣部队司令 描述了荷兰空军首次战斗的全过程 1999年3月24日 当地时间19点30分 四架荷兰皇家空军的F16 从阿满多拉空军基地起飞 执行北约第一波攻击机机群的护航任务 护航机群在亚德里亚海上空 接受空中加油之后 穿过阿尔巴尼亚领空 进入南联盟 一进入南联盟领空 巡航的北约预警机 便通知荷兰空军的F16 有三架南联盟空军的战斗机 从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巴塔伊尼查机场起飞 这个机场正是南联盟空军 唯一的米格29骑士中队的基地 20点50分 驾驶F16的荷兰飞行员 侦测到下方低空盘旋的米格29 F16发射一枚导弹 30秒后导弹命中目标 尼克利奇正是南联盟骑士中队 第一个被北约击落的米格29战斗机的飞行员 尼克利奇事后回忆说 当南联盟国土防空军的雷达屏幕 开始闪光的时候 北约第一波空袭开始 我们立刻投入了战斗 我驾驶米格29升空后 敌人迅速转向 把我包围起来 但我刚刚起飞 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一场空战 只能继续爬升 在空中完成战斗准备后 我开始寻找机会反击 我首先调整了飞机 在雷达上锁定了一个目标 导弹发射后 我不能确定是否击中对方 因为同时我的米格29也被击中了 整个飞机立刻变成了一个火球 烈焰包住了座舱 因为火焰和浓烟 我几乎看不清仪表和座舱外的状况 我非常信任我的米格 这架飞机我已经飞了十年 我想继续控制飞机 但是飞机在持续的下降 当米格29掉到大约2000米高度的时候 我不得不弹射逃生 在随后的48小时内 南联盟骑士中队攻击损失了 6架米格29战斗机 到科索沃战争结束后 骑士中队从战前原有的是 6架米格29 到最后仅幸存了5架 这是一场在战史上被记录下来的 发生在米格29和F16之间的空战 对战的双方呢 是南联盟的空军和荷兰的空军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场空战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米格29的落败 这个原因其实跟伊拉克空战的情况有点像 就是德国空军在自己内部 咱们说他们用米格29和F16进行空战的时候 米格29胜率很高 因为它都是大家均衡条件进入 或者是你主动我被动 我被动你主动来回交换的 那么这样一种完全考验飞机性能的空战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模拟的对抗空战 实战的情况是很复杂的 复杂就复杂在参与的不只是两架飞机 而且还有整个的指挥系统 雷达预警系统 通讯 后勤保障 各方面都参与了 那么科索沃战争的时候 北约对南联盟的无线电的干扰和压制 非常厉害 你的整个的雷达系统被干扰 指挥系统被干扰 所以又出现了一个米格29一升空 发现不了或者没有人 没有指挥所能够向它提供 F16在哪 那它又变成蒙着眼睛的作战 传击手了 那么F16是不断的得到北约这方面 联军的预警机的指挥信息 通报的 南联盟起飞的米格29 在你的右前方多少公里 高度多少 速度多少 朝什么方向飞 一清二楚 那么F16就按照这个数据来搜索 发现目标以后 就可以用超时距方式来 提前预知了 对 然后它用超时距攻击的方式 米格29根本没有发现对方 我还不知道F16在哪 也不知道它是否打我了 发射导弹没有 都不知道 那么在盲目飞行过程当中 按照飞行员说的情况 突然就被名中 飞机就起火了 那还打什么打 没法打了 所以这个情况说明 现代空战不只是两架飞机的单独对接 咱们拉圈 你看着我看 你拉圈 它不是那个状况 它有很多信息的因素在影响 敌机在哪 敌机什么状态 什么飞机 带什么武器 是不是锁定了 你已经攻击了 所有这些必须提供给飞行员 飞行员在对空中情况能够详细准确 及时掌握的情况下 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飞机作战能力 否则就是瞎子 那谁能保证一个瞎子上战场不被人打掉 你就是性能再好 你使不出劲了 那经过宋老师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啊 那确实在科索沃战争当中 米格29不敌F16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对 但是在很多的军事演习当中 米格29并不一定就赢不了F16 1999年底 美国空军照例在内达华州的内里斯空军基地展开红旗军演 红旗军演是越南战争以后 美国空军设立的模拟对抗演习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演 在这一次军演上 美国空军首次邀请到德国斯坦因霍夫空军基地第73战斗机连队的飞行员 驾驶红色经典战斗机米格29扮演假想敌来对抗美国的F16 在这次军演上 美国飞行员对米格29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特点 一是米格29优异的机动性 飞机的抚养能力高压音速机动性 加速性和爬升性能极小 转弯半径很小 最快能在一秒内转弯28度 在近距离缠斗中可以轻易地咬住对手 这种性能只有同样采用双锤之尾翼的美军F18战斗机才能做到 因此 美国空军飞行员常常感觉 就像和F18交手似的 参加演习的F16飞行员表示 在空中缠斗时 米格29超群的机动性能经常把它吓出一身冷汗 让美国飞行员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突出色点 就是头盔瞄准器 在以往的空战中 飞行员必须驾驶飞机紧紧咬住对手 通过瞄准器锁定目标 然后才能开火 而米格29的飞行员 只要通过头盔瞄准器锁定目标 就可以开火 这使得米格29在空战中 更容易掌握主动 抢先开火 简直是看到哪里 导弹就打到哪里 让F16无法招架 但是 F16的机载雷达探测距离远超米格29 而且F16装备的空空导弹射程 也比米格29的空空导弹远 在超市巨的空战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因此 在与米格29对抗过程中 F16飞行员的准则是先下手为强 指挥演习的内利斯基地指挥官总结说 由于F16的机载电子系统性能优越 美国飞行员在远距离时占有优势 因此 F16的战术 是力争在距离米格29战斗机64公里之外 就先敌发现目标 并抢先发射导弹 德国空军的汉安中孝 曾经飞过十年米格29 他在演习结束后总结 在双方距离64公里左右 美国飞行员占优势 但接近16公里时 优势就开始向米格29转移 如果双方距离接近到8公里左右时 优势绝对属于米格29 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空军这些原本属于 东德的米格29战斗机 属于早期信号 电子系统方面比较落后 同时 由于苏联解体 苏联军工企业 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东德这些米格29 能得到的技术服务极其糟糕 为了节约发动机寿命 这些东德的米格29 在红旗军演中 只能使用90%的发动机推理 即使这样 依然在近身缠斗中 打的F16无法招架 那可以看出 这次红旗军演当中 米格29并不逊色于F16 我想问一下宋老师 米格29的优势究竟在哪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 米格29飞机的 本身的机动能力之外 它在空战当中的优势 有两点 一个是它的L73导弹 我们说性能是比较先进的 一旦进入这个导弹的 不可逃逸区 你就很难摆脱它 它的机动力很强 另外就是 米格29的飞行员 它有一个头盔瞄准距 就是飞行员戴的那个头盔上 它和导弹的导引头是联动的 我头往这边看 导弹的导弹就跟过来了 就是说 我飞行员只要能盯住目标 我导弹就 导引头能够 我们技术上讲叫离轴 所谓离轴就是你脑袋不动 眼珠动 已经看过去了 斜着看过去 这个已经提前跟踪上了 那么一旦构成发射条件的时候 它可以最快的速度把导弹拿出去 我机头还没有指向对方 我就发射出去 而F16呢 它没有头盔瞄准距 所以它不具备 说我飞行员看过去 你飞行员看过去 导弹导引头也不跟过去 它这个是不联动的 所以必须要机头指向那个方向 才能 或者你人为的给导弹导引头解锁 让它往什么方向 离轴搜索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下 而米格29的头盔瞄准距 在空战当中 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是西方国家在评价 红极训练结果的时候 对米格29空战优势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评价 诞生于冷战时代的米格29支点 与F16战损 为何被称作天生的冤家对头 台湾战争中 首次参与实战的F16和米格29 究竟谁是赢家 科索沃战场上 参战的南联盟的米格29 表现究竟如何 近了 你不行 远了 我不行 当米格29遭遇F16 到底谁能更胜一筹 面对冷战结束后 新的军事格局 米格29和F16 到底谁才能飞得更远 敬请关注本期军情接码 空中大对决系列之 米格29对阵F16 米格29和F16 这两款战斗机 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世界军事格局 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作为第三代战斗机的翘楚 这两款战斗机 是否也能与时俱进 抓住新的机遇呢 长期以来 F16和米格29 在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中 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机动性强 且成本低的这两款轻型战斗机 成功打入很多国家的市场 冷战后 由于美国空军 对军机的需求量下降 通用动力公司 在1992年12月宣布 将F16的生产线 卖给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2005年3月 美军正式接受最后一架 全新生产的F16战斗机 此后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新生产的F16 将全部用于外交 目前 美国空军现有的 1200多架F16 还将服役到2025年 尽管F16 在美国空军服役的数量 并不少 但是 除去少数专用的空防型号外 F16 在美国空军手中 基本上是对地攻击机 甚至 被讽刺为运泥巴的 与敌机空战的任务 多半是交由F15承担 F16 支持在时机凑巧下 有一些战绩 在海湾战争中 美国空军为了阻止 不必要的空战 甚至警告F16的飞行员 谁打下一架敌机 我就把它送回国去 除美军之外 目前 F16在世界范围内 广为出口 在至少25个国家和地区的 海空军服役 和F16一样 同样是由于冷战结束 米格29 面对取消出口限制的 强大对手 苏-27 外销量锐减 俄罗斯 米格飞机集团公司 一度只能靠 为各国之前购买的米格29 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来维持生存 这直接拖慢了米格29的改进 不过 近年来 米格29 已经加大了改进的力度 并不断推出新的改进型号 在米格29的诸多改进型号中 比较著名的 有米格29SMT 资料显示 米格29SMT是一种多用途战斗机 它可以完成 尖击机 截击机 强击机 侦察机 及空中指挥平台 等多种功能 俄罗斯国防部决定 要在2020年前 把150多架米格29尖击机 改装成米格29SMT 米格29SMT的性能 非常接近俄罗斯的 第五代兼机机 专家称 它的空战能力 大约要比米格29高出8倍 续航能力 从2900公里 提高到了3500公里 战斗再合 也从原来的2吨 提高到4吨 米格29SMT上装备7个 具有高速计算能力的电脑 而其中一个电脑的运算能力 相当于1982年 造的10架米格29上 所有的基载电脑能力的总和 俄罗斯国防部也允许在米格29某些部位的改装过程中 使用西方生产的电子元器件 初步估算 这将使飞机机载设备总重量 减少近600公斤 使米格29SMT能够加大燃料携带量 及装配新的雷达设备 可以携挂多种型号的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 及其他一些高精度的武器 此外 米格29的性价比刚好满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非洲的很多国家对米格29尤其情有独钟 主要原因是 选择米格29战斗机既可节约经费 又可大幅提高本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米格29战斗机相对于同类战斗机价格较低 其基本型每架售价还不到1000万美元 改进行约3000万美元 而不带武器装备与电子设备的美国大黄蜂战斗机 则超过了3000万美元 宋老师 刚刚我们对米格29和F16 做了一个整体的介绍和分析 那么针对这两款战斗机 他们未来前景如何 究竟熟优熟略 目前这两种飞机都在改进之中 其中米格29的改进幅度好像更大 因为F16好像已经 性能基本上走到了一个极限了 它的改进还有 主要是改进成专门的 比如说对雷达和预警系统的攻击 也就是专门履行电子战的那样一种打击方式的飞机 它的电子设备会有很多更新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打雷达的导弹装备上去 那么米格29它就在 怎么说呢 就是它跟苏27竞争过程上一直不如苏27 但是在后期的改进当中 米格29设计局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在米格29的舰载机这个方面 它居然比苏27有所优势 这个我估计是它的起降性能发挥了作用 另外就是它增加了设备 它的多功能的作战能力有所发挥 所以它在俄罗斯自己的舰载机的竞争上 据说已经强过了苏27序列的飞机 那么它在外销的时候 舰载机它也战胜了苏27序列的飞机 所以这个飞机我们预测它将来可能还会有相当多的改进型 尤其在舰载机上 它已经节足先登 能够一直竞争不过苏27序列 居然在舰载机的问题上 它竞争到了 说明这个飞机也就是一个中型的 或者说轻型的战斗机 它在舰载机的使用上 它有优势 好的 感谢宋老师的精彩解读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当中 米格29和F16在世界各地的天空中相处追逐 他们的对抗可以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故事 也是世界航空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张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军情解码 请您继续关注本周的空中大对决系列 再见朋友们